大家好,我是国立中正大学法律系三年级的念诗语 很高兴这一次能够参加法律简报大赛 这一次我选择的主题是碳排放对于跨国公司的影响 之所以会选择这个主题呢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都知道 跨国公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于其他国家 或者是其他的一般公司来得多 那跨国公司是不是也会被自己所排放出的碳影响到呢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 那在我首先呢 我会介绍跨国公司还有碳排放之间的关联作为前沿 接着着着重在碳定价 讨论国际法还有台湾法规的发展 最后呢我会回到一开始 我所提到的问题做出结论 并且附上参考资料 那我们就开始咯 在我介绍跨国公司和碳排放之间的关联以前 我想希望大家先在心里想一个自己所知道的跨国公司 例如说麦当劳或是台积电都可以 这样方便大家等一下带入概念或者是进行想象 那首先呢在国际法的意义上 跨国公司是只透过某一国的国内法创设的盈利公司 那在两个以上的国家都有注册 并且虽然公设位置不一样 但是拥有同一个中枢决策系统 并且属于公营私营公司混合型的公司 那在台湾的话呢 我们以台积电为例子好了 大家可以发现台积电是在台湾的公司法上所创设的 而且在世界上许多的国家都有设厂 并且每一个厂房呢都拥有同样的决策系统 因此属于跨国公司 那么跨国公司的碳排放 跨国公司跟碳排放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 那以下呢将会以这个双向的箭头表示他们的连结 首先要提到的是跨国公司对于碳排放之间的关联 大家都知道跨国公司会排放相当多的二氧化碳 但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说跨国公司的产品通常都会在不同的国家 区域进行生产和贩售 因此比起普通的国内公司会更需要很多的运输过程 那就会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 那在另一方面碳排放之于跨国公司 正是因为目前全球碳排放量需要被管理的原因 而产生了碳定价政策 碳定价包含了碳交易和碳费 碳交易是指企业拥有一定的二氧化碳排放额度 而排放量高于额度的企业可以向排放量低于额度的企业购买 这个排碳额度进行碳交易 而碳费呢是指排碳量比较高 对于排碳量比较高的产品收取碳费用 那这笔费用也会用于国家来调试气候变迁的行动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大概了解跨国公司跟碳排放之间的关联 而且知道碳定价是什么了 那接下来我将会提到国际法还有台湾法规上有关碳定价的发展 而且提到目前的法规上跨国公司能够做些什么来应对呢 依照国际的法规来看 在2005年的时候欧盟就提出了碳排放交易系统 设定了企业的排碳上限 那超过一定的额度就需要透过交易来获得排碳的权利 也产生了 但这样的系统其实也产生了碳泄漏的问题 碳泄漏是什么 碳泄漏是指说一个企业他选择到对于碳管理比较宽松的国家来进行生产 而不是到欧盟这种规定比较严格的国家进行生产来规避掉碳交易的过程 那整体而言呢 全球的排放量并不会因此减少反而可能会维持或者是上升 那在国际法的部分呢2015年的时候巴黎协定第六条已经有了碳定价的 那这样的条文出现是为了修正精度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 它不再利用以开发国家或者是开发中国家来区分 而是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存在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在碳交易的过程中买方跟卖方的碳减碳额度 就会被重复计算到双方的减碳成果里面 那目前呢欧盟为了解决刚刚提到碳泄漏的问题 又提出了碳边境交易机制 也就是2023年即将推出的Seabab 那将对进口到欧盟的特定高碳排放量的产品 课征关税防止碳泄漏的问题 另外呢在2021年的11月的时候 格拉斯克气候峰会也就是COP26 讨论了巴黎协定第六条的相关措施 重复计算的问题呢会把将以买方为准 卖方也就不能够将卖出的排碳额度 视为自己的减碳成果了 那现在呢各国在2013年以前的总体探权就取消 拥有以用来因应这一次的改变 还有讨论 那在台湾的方面呢目前的法规是 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 简称温检法 很可惜的是目前并没有关于碳定价的规定内容 不过在温检法的修正草案也就是气候变迁因应法草案里面 可以看见规定了三种的排放源 而且提供企业提出自愿减量计划的机会 用来扣除排放额度 另外呢采用了类似欧盟的边境关税措施 对于比较高碳排放量的产品课征碳费 而且针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征收跟退费的机制 例如进口商品到台湾来的国家 它的生产国事实上已经有了更高的碳管理机制了 那就不会再对它进一步的征收碳费 反而可能会是退费的机制 那目前的法规对于台湾的跨国公司有什么影响呢 从上一张简报就可以知道 目前的台湾是没有碳定价的规定 就算有也只是草案的部分而已 因此可能有欧盟所不愿意见到的碳泄漏的问题 因为毕竟台湾是个碳管理 目前比较宽松的国家 所以还是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跨国公司可能会需要出口产品到欧盟 或者是其他碳定价措施比较完整的国家 那因此呢就可能会去面对碳边境的措施 而增加额外的成本 而可能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购买意愿降低 那这样的情况下 企业能够用什么方式来因应呢 从简报一开始 有请大家先想象一个跨国公司 那现在可以思考一下在你想象的跨国公司的生产链上 有什么能够进行减碳的措施呢 例如说 同样在用台积电举例 台积电的海外厂房已经都使用了再生人员 透过企业内的碳管理来改变生产链或是供应链 将原本可能产生大量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这就是企业的内部碳定价 而企业能够评估的方式呢 就是改变生产链的成本 如果比碳排放的成本还要低的话 那就可以利用看看 提前在法规的同时呢 能够符合成本的考量 还有迎合海外的市场 最后我要对于我所提出的问题 也就是碳排放对于跨国公司的影响做出总结 当跨国公司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的同时 这些大量的二氧化碳 事实上也正在以成本增加方式影响着跨国公司 事实上这样的原因 这样的改变是因为全球对于气候变迁的关注而产生转变 跨国公司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影响 而且调整内部的政策 才能够让公司继续营运下去 那以上就是我这一次的内容 我参考了一些有关政策 环境政策的网站 以及国际法的论文 还有书籍 还有温检法的修正法案 那谢谢大家的聆听 我是国立中正大学法律系 念诗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